原标题,慈禧虽不被众人看好,但是她曾做示意手,至今仍为广泛流传说道,慈禧大家一定是很熟悉的。 大清朝著名的太后曾经垂帘听证四十多年,可以说大清朝就是在她手上衰败的。 当时咸丰皇帝驾崩以后,慈禧就成了太后,此后她将同志和光绪两位皇帝牢牢地掌控在手中,她掌权以后并没有实行立国立民的措施,反而奢侈浪费。 当时清朝面对外籍侵扰,慈禧并没有抗敌的打算,而是将所有军资都挪用,以供她降落。 当时甲午战争时,慈禧擅自挪用了海军的军资,因此导致清朝的海军没有足够的装备,导致其惨败。 因为种种暴行,所以导致百姓对于慈禧的印象并不好。 认为她的纯帘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